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私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私部天使之魅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下载图牛APP摇一摇就会摇出百元红包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的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手机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节目中得到图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十五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石宇 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华语嘉景的副总裁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青年演员 英旭 英老师 欢迎英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 图老师 我们来认识今天的第一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才能结束这种三角关系 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帮助他们 来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蕾二十三岁来自江苏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蕾二十二岁来自江苏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你先给我确认一下 对面这个女生跟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她是我女朋友 她是你女朋友 你确定吗 我们之前的话就是男女关系 但后来因为一些小误会 导致我们就是分手了 什么叫小误会啊 那是小误会吗 你妈那么不喜欢我 要是我就算以后跟你在一起了 你妈那种天天给我脸色看 我怎么过呀 那是我妈她为我考虑的一些事情 也是合情合理的 比如说你有两个弟弟 我里有两个弟弟怎么了 她有手有脚的 她自己可以上班 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啊 你妈说什么 我有两个弟弟以后就要靠着你了 为什么要靠着你啊 我弟弟从小吃你家大米了吗 她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并没有啊 我不是一直在说服我妈妈 就算这件事情不说了 那为什么我跟你还在一起呢 你妈又给你介绍了别的女朋友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妹妹 主持人你知道吧 那个女孩呢 她是我妈妈的一个干女儿 从小到大的话 家里面人就觉得这个女孩 会成为我的老婆 但是因为她的出现 打破了家里面呢 就是那种长期以来的想法 我也跟我妈妈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 跟她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跟她讲了 也跟她解释过了 你怎么解释的呀 说一直把她当妹妹看 那结果呢 结果你真的把她当妹妹看了吗 为什么她去你学校 还给你洗衣服 给你打水的 天天在你宿舍 那是妹妹该做的事情吗 那我也跟她说了呀 她一个女孩子 我总不能在学校 那么多男生面 撵她走吧 我也跟她说了 我有女朋友了 你别再来找我了 后来呢 后来你怎么一脚把我踹了 跟她在一起了呢 那不还是你闹的吗 你整天开口闭口 都跟我谈分手 那我最后的话 我也实在没办法了 行啊 那你跟她在一起好了 然后我跟她在一块的话 你也知道的 我就是当时为了 故意气你的呀 我当时没有跟她在一块 感觉 你说感觉没有跟她在一起 不是 是这样的 就是我当时 我当时嘛 跟她吵架 她就是说 她也就是有点女孩嘛 小吃醋嘛 然后觉得就是 我对她有意思 然后再加上 我妈妈之前的话 对她就是产生了一些 就是误会 然后再加这个女孩出现的话 她觉得我跟这女孩 可能有了什么了 然后赖一阵 一直在跟我提分手 然后我 分了吗当时 分了 你就跟那个女孩 干妹妹在一起了 是吧 跟我干妹妹 就是在在一块的时候 我没有把她当做女朋友 我只是为了气她 可能的话 我干妹妹觉得 我某些地方就是 让她感觉到 我是喜欢她的 她把我当成男朋友了 各方面对我严加看管 我感觉的话 我跟她在一块的话 那就不是说 是她男朋友一样 好像一只宠物一样 什么情况 什么事情都要听她的 然后后来的话 我就跟她说明了情况 我说 我心里面还是喜欢 我现在的女朋友 我说 我然后又回去 就是找她了 那你们复合了吗 复合了 就是对她 确实还有感情嘛 然后就是说 原谅她一次呗 但是没想到 我自从 我跟她和好了以后 她的那个妹妹 跟疯了一样 天天跑到我家 在我家那个门上 用红色的笔 说我是贱人 还说我抢了她男朋友 甚至天天 往我家门口丢死老鼠 我的那些邻居 这样看着我 我以为我在外面 干了什么事 让人家这么恨我 这件事情 我也跟她说了 她也没有去解决 管都不管 我去解决了呀 我找她说 她比较强势 又很任性的 她就是不踩我 你说她一个女孩的话 我总不能打她骂她吧 确实那只是 你的妹妹吧 干妹妹 我自己心里面 也是把她当作妹妹的 你确实在跟 现在的女朋友 分手那段期间 没有跟你的干妹妹 有男女之情吧 没有 那你跟你那个干妹妹 确实也反复说过 说你就是我干妹妹 还是你跟人说过 你是我女朋友 对 我跟她讲过 你讲过 对 她根本没有 如果讲的话 她妹妹怎么可能 这样天天对着我 那我之后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如果不相信我 那你找她对质 我又不是说 经不起检验的那种 对不对 你经不起检验 来来来 我们有请干妹 来 有请 喂 这往哪儿去啊 你站我男朋友这边 你叫我放开 你怎么放开 这是我男朋友 我就叫她对眼 来来来 姑娘来 站到叔叔这边来 来 要不然你到叔叔这边来 来 怎么抽红你 叫小鱼吧 小鱼今天多大 23 这个是你的 男朋友 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就是你在中间插一杠子 知道吗 你的女人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在插一杠子 我跟她 我跟她在一起都好好的 就是你 什么东西 她说她不喜欢你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她不喜欢你 怎么把你插了 跟我在一起呢 来来来 姑娘 她说她是因为弃我 过来过来过来 听不明白吗 这90年代的女生 都这么凶猛吗 没有 主持人不知道 我今天来是处理 我跟我男朋友 直片时期的 其实跟她不搭杠 你就不应该来这里 你知道吗 不应该来的是你 听 小燕 不说话啊 能保持一下优雅吗 可以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可以啊 你跟男朋友 谈恋爱多久了 分分合合吧 多久了吗 一共几个月 分了几个月 还是合了几个月 分了几个月 也合了几个月 我跟我哥哥 然后就是说 从小一起 你这哥哥是哪层意思 反正我一直 把他叫哥哥嘛 就是他很小 就很喜欢他 是吧 嗯 那你向他表白过吗 我们之前有谈恋爱 干嘛我们家里人 全都支持 我跟我哥哥在一起啊 我跟他妈妈关系 为什么那么不好啊 你不明白吗 不都是你在旁边 说了乱七八糟 你还好意思讲 我们全家人 都这么不喜欢你 你们全家人 你还好意思 赖在这里 不不 他不喜欢你 姑娘 人家说 他们全家人 说的是对的 哥哥和妹妹嘛 你要进去 你是嫂子呀 谁是嫂子呀 你不是 你们全家人吗 我没有嫂子 你说句话 小云我一直 把你当妹妹的 我对你之间的话 没有其他的感觉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跟我 谈恋爱呀 当时的话 也只是说一时生气 没想到你会对我 就是产生感情 我不是说 故意欺骗你的感情的 姑娘 我问你这个问题啊 她跟外面人说 你是她的女朋友 说过吗 说过的 她牵过你的手吗 牵过手 你们花钱月下过吗 反正一起牵过手 关过街嘛 后来她怎么 跟你提的分手呢 还不是她过来勾引她的 从头到尾 你看我找过她吗 她都说不喜欢你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 站在这里啊 她又不喜欢我 她把你甩了 跟我在一起干嘛呢 她刚刚都说了 是因为气我 所以说你只是 她的一个利用道具 连备胎都算不上 我备胎 米牛 把你甩了 跟我在一起 说话呀你 你们俩都别吵了 就这样 你母亲 喜欢 因为她的妈妈 跟我妈妈是好姐妹 她小的时候 经常去我家 在我家里面人的话 都是非常喜欢她的 而且她也把我爸妈的话 哄得也很开心 那像她在你 现在女朋友家 干那些事 你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跟我爸妈说 但是我妈的话 是绝对支持她的 就是帮亲不帮你的 明白了 姑娘你去过她们家吗 去过 就是因为第一次 我都不明白 我哪里做错了 她妈妈 整个饭桌上 都冷着脸 其实根本就是因为 她的存在 什么叫我的存在 你对我干妈怎么样啊 生病了 然后让她去看 然后她 你好意思说这件事 干妈才说了她几句 她甩脸就走 本来干妈就生病了 你还这样子对她 你觉得她爱你吗 爱你的是我你知道吗 她爱你她会那样吗 那不都是你搅和的 她干了什么 她对你干妈做了什么 然后我干妈生病了吗 她过去看她 然后干妈不喜欢她嘛 然后就说了她两句 她有头就走 为什么他妈不喜欢我 不都是因为你在 他们面前说了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是你本来就那样 什么叫我说了 我们全家都不喜欢 我本来哪样了 你说清楚 我本来哪样了 姑娘 婆婆啊 要搞不定 日子很难的 要不然咱算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她天天在 那个还在网上 说我什么小三 说我抢了她男朋友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现在我妈给我相亲 我都感觉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了 我 你也相亲去了 你都相亲了 你还来纠缠她干妈呀 是我就缠她吗 你说话 我是在 因为我心里喜欢你 我不喜欢她 所以我要过来找你 祖辰你知道吗 就是上一次嘛 我妈妈生病 然后就是出院了 我让她过去 就是看看我妈妈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影响 后来她怎么死活都不肯去 我说我妈妈虽然说 我为什么不去 可能看到你会不高兴 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把你带过去 我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我妈妈 能够跟她多接触 接触认可她 她就是不去 因为第一次嘛 到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我赶出来了 而且她妈妈还来了 就很经典的话 她说 是我拆上了他们俩 所以那我还在那边 待着干嘛 第二次让我去 那我肯定不去了 但我没想到 她说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我们就分手 后来真的又把我拆了 又跟她跑到她那边 跟她在一起了 其实当时的事情 我就是一时之气 后来的话 那一段时间 我在家里面嘛 然后她就经常 过来安慰我 她对我家里面 人都挺好 家里面各样东西 都收拾得很好 当时我在想 她也喜欢我 要不跟她试一下吧 那结果呢 就是她嘛 比较强势 有一次晚上 我就是 她住在我家 隔壁的房间 然后有一次 我在家里面打游戏 我一个兄弟 打电话给我 说她失恋了 喝多了 那时候十二点 不知道她从哪 跑出来的 一下子把我电话 给抢了 然后把我朋友 突然骂了一顿 神经病嘛 半夜喝醉酒了 然后给你打电话 让你出去 我还不是担心你的嘛 姑娘现在去相亲了吗 妈妈让相亲 去了 怎么样对方 还行 跟她比呢 不好比 明白了 小子 先表个态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选择谁做女朋友 你就站到谁旁边去 别说了 行动 你凭什么在那旁边呢 我对你那么好 我到住这儿 给你洗衣服 给你打水 你呢 你现在怎么这样对我呢 小云我跟你说 我一直都是 把你当妹妹的 姑娘回来 我也跟你 我也跟你道过歉了 来来来 我只是一假设 别哭啊姑娘 有点乱 其实本不该这么乱 应该怎么办呢 四位老师 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 秋比特奔卷 来吧 你现在可以回来了 省得那个激动 又冲过去 姑娘我想跟你说 有的好多男生 是成年 但不成熟 我们要嫁给一个男生的时候 还得看很多 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他能不能搞定 他的妈妈呀 他是不是跟他妈妈 意见不同一呀 就像你说的 如果真的嫁到他家 你该怎么办啊 面对婆婆的脸色 对不对 所以要好好想一想 那这位男生啊 无论是为了 气你的女朋友 还是为了 其他的原因 你怎么能向妹妹 下手呢 因为他 从小到大 在我家 就是玩过很多 很多次 然后我妈妈 对他也特别喜欢 很喜欢我跟他在一场 那你明知道妈妈 有这层意思 然后你还要 给他一些暗示 给他一些信号 还牵人家的手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的话 我不知道我妈妈 有这样的想法 直到就是 小叶出现了 我妈妈才跟我 这样说我一直就是觉得 你应该跟小营在一块 比较合适 然后还为了这件事情 特地约他妈妈出来 就吃个饭 还要把这件事情 给定下 当时我就没吃这顿饭 然后我就走了 我说我有女朋友 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在说谎 你说你之前不知道 这个干妹妹喜欢你 你一定是在说谎 而且刚才这个女孩 上来的时候 她扶着你 你根本就没有拒绝 不清不楚 连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点能力都没有 你凭什么去谈恋爱呢 你现在不配 你现在唯一做的是 证明自己是一个男人 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要跟自己的母亲说清楚 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感情 自己感情是否能够 自己做主 先做自己的主 才能去谈女朋友 而干妹妹 我个人觉得蛮同情你的 因为貌似这里你最强势 但是你最无辜 你只眼睛盯上了这个男人 觉得一切 可能威胁你跟他之间感情的人 都是敌人 但是呢 你又想想你这个目标 它真的值得你去这么争取吗 用你的时候 绝对来吧 但是不用你的时候 一脚把你踢开 我不建议他们三个人 任何人继续下去 我觉得特别像小朋友们在过家家 这男孩 他真的是男孩 你在家里边 从小到大 是不是你所有的决定 都是你妈妈为你做的 不全是 基本上上学什么的安排都是他们 有一种男孩 他是属于 现在算成年了 但是他的心理年龄和 精神上的依赖性 还是在母亲那边的 就所谓的半段乃式男孩 我觉得你现在有这种现象存在 当你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感情的时候 首先就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呢 在你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 不管他的身份 是妹妹也好 女朋友也好 当一个人对你有好感的时候 不可能是不知道的 这是最基本的人的一个感知能力 然后我呢 现在其实我特别支持他这个前女朋友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包括现在的这个妹妹 你们都很年轻 二十出头 有的时候一些感情和角色的位置容易混淆了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要想清楚 你到底对这个哥哥是一种习惯 还是真的是一种爱 我就是喜欢他 就是喜欢他 你也要放一放 想一想 那他到底值不值得你喜欢 台本当中说你和他走到一起 也是因为你的前男友对你不好 对 而他对你好 对 你选择了被爱 是的 你也曾经有他同样迟疑的时候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 谁不是这样呢 在爱人的同时 都非常重视是否被爱 有一句话说得好 所有的迷恋都凭借幻觉 一切的理解都包含误解 所有的忠诚都指望报答 一切的牺牲都富有条件 爱情是一根橡皮筋 爱得最深的那个人最后伤得最重 所以你看刚才 爱与不爱是那么的残忍 当你对他说 我的母亲也安排了我去相亲 你很坦然的就承认了 丝毫都不重视他的感受 而他当着他的面说 我那时候只是利用你 我根本不爱他 于是很从容的走到你身边 所以爱与不爱是那么的残忍 受伤最重的 往往是爱得多一点的那个人 在我看来 你们至少缺乏 内心真正的反省和愧疚 绝大多数的人 都处于爱和被爱当中 处于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到底选择爱我的 还是我爱他 只有极少数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选择到一个 爱我和我爱他是同样的 那样的幸福感 那么在绝大多数的 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 是选择爱我多一些的 还是我爱他多一些的 其实真正在恋爱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们俩 又或者是他们俩 你们之间的幸福程度 往往取决于 那个爱得少的那一个 比如说 如果你爱这男生 只有五分 他爱你有八分 那么剩下的三分 对于你来说是遗憾 对于他来说就是痛苦 因为他得不到那三分 而你又不能给他三分 而他与他之间是同样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问问自己的事 他是不是那么在乎 多出来的那三分 你是否能够回报给他 如果他不是很在乎 那你们俩或许还可以在一起 但是他们俩 可能注定是不能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妹妹非常在乎 你一定要给我同等的爱的回报 如果不成 那我就要想尽办法让你痛苦 这里他虽最强势 但他爱得最深 所以他受伤最重 别看他很没有礼貌 但是他对这份爱 我认为是认真的 而你呢 你对他是可有可无的 不一定要是他的 所以你在刚才评价你的那些相亲对象 和他之间的时候 赵春老师问你 哪个好啊 都还行 而他非常从容地对他说 我不爱你 也缺乏一次尊重 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如果说只是爱与悲哀的感情问题 那就简单了 但是在我看来 男生有道德问题 他跟他相处了十几年 一个女生的一平一笑一举一动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心里爱不爱你 如果当你感觉到一个人爱我 我却不能够以同等的回报 去对待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去接受 如果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喜欢你 你就跟这个妹妹说清楚 我绝无可能爱上你 事情就不会发生到今天这一步 但事实上 你内心所想的不是说 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都不会爱上你 还是我如果没有女朋友 我就会爱上你 在这一点上你有问题 你摸住良心问问 如果没有这个女生的存在 你会不会跟她谈恋爱 其实你也会 我不想过多地去苛责你 因为你还年轻 在很多模糊的地带上 你不能像成年人一样 丁是丁 某是某 说清楚 但是今天 你必须说清楚 如果今天这个女人抽身离开 你在悲伤过度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有答应家庭的条件 和她又走在一起 你不一定 你的眼神告诉我 不要做一个伪君子 还是一句老话 在这个舞台上说过很多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就这样 有一份好的兄妹知情就够了 何必再贪 一定要把她扒在手里呢 贪婪嘛 既想有女朋友 又想有一个 对你挺好的 一个异性嘛 一个极致命题啊 全世界 是灵 是婚的女人 全都 死光了 只剩下她一个女人 你是娶她 还是不娶她 我不娶她 我不娶她 你跟她在一起 也不会有结果的 干妈一点都不喜欢她 而且干妈都听我的 好好好 那个 我跟她说两句 台本当中说你之所以 到他们家 是因为你的父母离异 是吧 小时候没有父爱 然后她的母亲 把你视如己出 再加上和你的母亲 又是好姐妹 所以你才有了 与他们家那么近的关系 但无论是你爱她 又或者是你爱你那个干妈 你都不应该 携天子以灵诸侯的 这样的话让大家都不痛快 其实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个家伙 他对你根本是摇摆不定的 你的付出是不值得的 你这样坚真的爱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会欣赏 但绝不是他 可是我就是喜欢他 行吧 那你是怎么着 我今天来就是 想跟他们俩说清楚 你以后不要来在外找我了 还有你不要再往我家丢死老鼠 真的很吓人 跟人道个歉 这事做得不好 说对不起 我那些行为错了 对不起 不该那样 姑娘 没事 你是舍不得走啊 还是 其实我是觉得 所有问题 其实我也很能理解他 我觉得一切的事情 都是他处理的不好 对对对 来 来 姑娘你过去 剩下的时间 就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 我一定要好 做一个好老婆 做一个好媳妇的 但是我只拿你当妹妹 说真的 我从始至终 我都没有对你动过 一丝男女之心 这个是我最对不起的地方 对不起 您就不能试着接受我一次吧 我知道我心里面 到底爱的是谁 尽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 但是我还是会 坚定我自己的原则 我知道自己爱谁 对不起 请两分 两位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回吧 请关门请关门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啊 看看这个女生 能不能在最后一刻 领悟到 她该 5 4 3 2 1 请开门 我 走开门 到这儿 回来 走开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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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拒绝我 为什么你一再地拒绝我 一段十年的恋情背后 到底有一些怎样的隐情 让这个女生至今还是犹豫不决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吕先生 37岁来自江苏公司职员 女嘉宾刘女士 42岁来自江苏 也是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42岁一直单身吗 我是离异过的 有一个儿子跟我在一起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 经常会去我一个邻居家去玩 那段时间 他正好也在那边 然后在一块没事会经常聊聊天 互相会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时间久了之后 我们在一块关系就熟了 他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很不容易 我会经常过去照顾他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 可能是那时候心里面已经爱上他了 我很直白地跟他说 我已经爱上你了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块 但是在一块之后 时间久了我就跟他讲 我们俩结婚吧 他一直在跟我讲 不可以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刚离过婚时间不长 而且那个我儿子又小 我至今我也为我儿子考虑吧 我刚从一段不幸的婚姻当中走出来 我这么可能就这么容易 很快地接受第二段婚姻啊 我问一下吕先生啊 37岁 你结过婚吗 你结过婚吗 没有啊 我当然说 我到时候一直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 因为是邻居嘛 是吧 家里人知道吗 家里人对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一些看法的 因为老一辈的人都是比较传统 他又是离过婚的又是带过小孩 而且年龄比我长了五岁 当时跟我求婚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可以结婚啊 不就是因为你家人不同意吗 我家人不同意就可以理解啊 你家人不是嫌弃我吗 比你大五岁吗 你家人做得也太过分了吧 您知道我们俩之间有一段感情 然后还就是嘟嘟摸摸的 托人把他介绍女朋友 家里边的亲戚朋友 是给我介绍过女孩 但是我没有同意啊 我一直都没有同意 我反而心里边一直在装着你 那你为了跟他结婚做过什么努力呢 之前我跟他讲过 家里边不同意那么好 我斗胆地做这样一个举措 家里边既然不同意了 我们俩先做这样的事情 先生孩子 把生命走成熟犯 这不可能啊 我没明明后就跟你生孩子啊 我又不是没孩子的 凭什么叫我 没明明后跟你生孩子啊 因为之前跟他谈过这些问题之后 让他跟我结婚不可以 让他替我生孩子也不可以 那么我就选择了分手 分手了时间不长 然后我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 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做穿菜馆 这样一个生意嘛 做了有 时间也不算长 有一年半不到两年这样 然后钱或者说杂七杂八的 全部被女的卷跑了 等于被骗了 这个还不是我帮你吗 等于那个女的把她钱拿走之后 你去帮她了 对对对 确实 那个时候很困难 那段时间是她帮助了我 而且让我度过的那种难关 在那个问题上我特别感谢她 这段事情过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追求她 我没有重修就好 是复合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的感觉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觉得我们复合以后 现在还是什么样的 冒合神不合那种感觉 找不到以前的感觉 她对我那种好了 有的时候我找她们打她电话 或者干嘛她都不接 我现在在那边比较忙 我忙我自己的事业 我要在那边和我的客户 还有我的那什么同事在一块 谈工作 谈业务 那打你电话不接 你说忙 我可以原谅你 那为什么朋友在一起聚会 人家有的带老婆带女朋友的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啊 你是不是在我认识 不是说我不带你 你能不能替我解释 然后你觉得有个比较 觉得我比你大 为什么不带你 我是真的配不上的啊 别人都没有带我 为什么带着你去 那既然我们来到这里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让大家拼拼你 那天打电话给我 说今天我下班 跟朋友聚会啊 要回来晚一点 我说可以 没问题啊 然后没想到 她的那个电话忙 没划断 然后让我无意中 听到电话里头 她跟她的朋友说 我这次跟她求婚 目的完全是为她的母亲 因为她的母亲 就是查出来得了肺癌嘛 就是癌症 她觉得想孝敬她母亲 让她在母亲有生之年 看到她这个儿子能成家立业 是这样子才要和我结婚的 当时因为找不到 合适的人选 你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 我作为一个儿子 我母亲现在生患重病 然后我作为儿子 为我母亲建的消息 可不可以 可以 有错吗 那为什么你母亲有病这个事情 你不告诉我呢 你既然 知道这样一件事 跟我求婚了 我是你的妻人啊 我不是刻意要欺骗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家里边人就直接很反对这样的事情 你不害怕你母亲见到她以后会更崩溃吗 因为妈妈不是一直不同意吗 这不矛盾的吗 这一点都不矛盾 是这样 十年之间 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撞着她 我的心里面没有撞过别人 实际等于按你的说法 就是你母亲已经接受她了是吗 我母亲没有接受她 当然是时间可以冲断一切 即使是不接受或者是怎么样 我会告诉我母亲 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我现在可以立业了 我会让我母亲心里面会感到安慰 感到开心 但是你的对我态度是怎么样 你既然跟我求婚了 我又答应你的求婚 那为什么你跟朋友面前说这样话 你让我没面子 我以后也 我不是在朋友那天说错什么 我那天是在一块喝酒 我酒喝多了 你要知道男人在一块喝酒 无非就是吹牛 然后酒喝多之后 往自己的脸上去贴金 酒喝土蒸眼呀 你是不是平常有什么话不好说 然后跟你说都在一起说 不是我酒喝土蒸眼 你要知道 我37岁了 我那同事朋友 他们都已经有小孩了 他们都可以在外面上学 可以满地跑 我呢 我还没有结婚 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公平吗 对我公平吗 你觉得对我公平吗 我陪了你十年吗 这十年我心里面一直装着你 我没有装过别人 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结婚之后还想要孩子吗 之前我妹在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她身体不好 然后呢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这样的 是说结完婚之后 我们去领养一个 怎么可能我可以去领养 我自己没矮子吗 你想过要嫁给她吗 说真心话 我对她毕竟有那么多怜患 还是有感情的 但是发生那个事情 让我无法解释 你怕什么呢 我很担心 我觉得她对我感情不是真的 这么多年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跟你解释这样一话好不好 你听我解释 你别解释 先让我问完 你觉得她利用你什么 她利用我 就完成她母亲一个心愿吗 不知道吗 我的目的就是说 我心里面一直在装着你 我心里面一直没有爱过别人 心里面一直在爱着你 那为什么 你后来跟我提出来 要领养孩子了 你是对我真心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不是 她为什么不能领养孩子 因为她跟我说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我们俩共同来 抚养这个孩子 没关系啊 再给儿子找一个兄弟 你既然说不领养 但是我不接受啊 你既然说不领养 那这样好不好 我征求你的意 我同意不领养 你跟我结婚 我现在就恳求你嫁给我 你和我结婚之后 我们俩共同把孩子照顾好 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 凭什么 你对我伤害这么大 我凭什么要嫁给你 行 你给我列举三件 她伤害你的事情 我想第一是跟你分开 跟其他一个女人在一起 待了一年半 对 她被人骗钱 是第一次伤害 对吧 对 第二个伤害是什么 第二次伤害就是因为她母亲 在电话里面 她跟她的朋友说 娶你是为了给她母亲冲喜 这是第二个伤害 第三个伤害是什么 还有一句是 就是她的母亲不是生病吗 生病她这个事情没告诉 我觉得她 没把我当成她家里面人 我问李先生几个问题 可以吗 你说 现实生活里面 应该也有些小女生喜欢你吧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是 有没有人喜欢你 有有有 我不是说你变心 我说别人喜欢你 有是有是有 有是吧 有有有 能从那里面扒拉一个结婚吗 不要 我不是说情感问题 客观条件 具不具备 条件具备 所以我一直没弄明白 她要她利用她什么 先生这样的回答之后 女士又如此之强势 还真是有点看不明白了 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本卷 其实我们在门诊里面 也做过一些调查 一般姐弟恋的情况 我们都认为 姐姐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 因为受伤的大部分 都可能会是姐姐 确实女孩应该多想一下 然后我觉得在场上 给我一个感觉 女孩说的都是 哪儿哪儿哪儿 哪点哪点 然后你让我不舒服 你让我感觉到 我很不安全 或者我很受伤 主持人他列出了 说你给我说三条就行 我相信你不只能 说出三条来 应该还会有更多 对不对 她那些不舒服 或者不愉快 我可以去跟她去解释 但是你看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 你说我会 我会一直爱着你的 我是真心爱着 这十年我都没有变过心 所以你给的答案 都不是具体的 都是你的一个保证 她已经四十多岁了 她会信吗 所以我建议你 如果你是真爱的话 你应该不单单去这么讲 而且讲一些具体的 说我能给你什么样的保证 或者以后 我会怎么样去对你 哪怕是现在 你无法证实的 但是你也让她 应该具体一些 让她安心 这是对一个 成年女性的回应 你过于的敏感 对吧 一点点的 这种可能的隐瞒 你觉得不能容忍 我一定要让你 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你一定是我完美的那个人 我才肯嫁给你 因为我受过伤害 对不对 因为你有失败的婚姻 对吧 所以说你过于完美 导致了你现在的 有可能的幸福 你现在居然 还不往前走一步 为什么会这么敏感 是因为内心 极大的一个不自信 你觉得以你的岁数 你现在条件 为什么她这么一直 在等着我 甚至于这份爱 来的时候你都不敢接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说要认清楚自己 然后这个男人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嫁的 至少我们听到的 没有任何过分的事情 唯一一件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跟他的母亲 关系并不好 你对他母亲是有抵触的 所以如果能把这个心结 自己打开的话 我个人觉得跟他在一起 你一定会幸福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如果一个男人 在这么多年 都在坚定的一个信念 说要娶你当老婆 我觉得那还有什么 可怀疑他的真诚 我觉得你 更多的是你放开自己 你大胆地往前走一步 都十年了 有什么不能走一步的 错了又能怎么样呢 你还这么年轻 不要觉得四十了 我三十了怎么了呢 只要你的状态是好的 你相信你有拥有幸福的权利 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 夕阳还能红呢 对吧 大胆地自信地往前走 刘女士 形势有点一边倒 都说这个男人一定值得嫁 你顾虑太多不自信 还是你认为 他们不理解你的苦 我不自信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也有 对 我承认 毕竟我年龄比他长嘛 而且我又是离过婚的 他这个诞生 我肯定是 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其实任何问题 确实是双方的 在一个 以姐弟恋为素材的 电视剧当中 有一句经典台词 姐姐对弟弟说 对不起 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上你 但弟弟对姐姐说 错 遇上你 就是我最好的年华 坦率地来说 这个男生一上来 我觉得他有点急于求成 迫不及待地要证明 我是爱你的 我是委屈的 这样对我公平吗 甚至在爱你的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方式是不成熟的 比如说 先给你生个孩子 又或者是在 与你分手了之后的过程当中 又找了个女生 虽然那是他的权利 但是这种种的一切 都让你觉得他不成熟 不足以值得依靠 甚至他在电话当中说 我是为了因为满足母亲 而要跟你结婚 我个人认为 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 正确做法 但是看一个男人 真正看他是否成熟吗 最关键是看他心地善良 你的那个前夫 那么大年纪了 不照样不负责任吗 是的就是因为 所以说姐弟脸当中 女方姐姐一方 要承担的最大风险 就是以你的年岁 还要等待他的成长 还要让他成熟 但是你要知道 你在 面对这种所谓 他成熟的风险的同时 你在享受他的青春呢 这个男生十几年没有结婚 虽然说中间谈过一段恋爱 但是十几年 他其实大部分心里 还是有你的 你不是在享受他的青春吗 那同样他也在享受我的青春 我一样付出十年了 但是你要这样说 那才就较真了 那你要这样说 你比他大十几岁 你说你的青春也是青春 我也承认 但是我们想说 不管是姐弟脸 还是老牛吃嫩草 我说难听一点 你在给别人 你的成熟的同时 你在享受别人的青春 这不是平等的吗 所以说你在享受他的青春同时 你就要面临他可能不成熟的底线 你如果是真爱他 你就应该帮助他共同成长 所以这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是要找一个比你小的 说难听一点 等年纪大了 他还能照顾你 再说生活的浪漫一点 他会比那些 比他年长男人更浪漫 但是他也有不靠谱 你享受了这个 就必须面对这个 你的这种离婚之后的 对于孩子的考虑 乃至于因为过去的阴影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如果你选择了 生活重新开始 你在享受幸福的同时 就要面对风险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公平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你想想看 你凭什么那么强势 我想就一点 因为他还够爱你 如果连爱都没有了 你凭什么这么去强势呢 要尊重别人 要对等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这十年来 我的心里面没有装过别人 和你在一块这十年 坎坎坎坎都过来了 没有你在我的生命中 没有你在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很乏味 我也觉得很痛苦 现在到这儿 坑进你 嫁给我 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我再考虑一下 因为我觉得之前 咱们之间有过那种小矛盾 我现在还是 一下还没缓过来 我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挺珍惜你 对我这份感情的 但是就是 一时还是接受不了 谢谢你对我的 哎 哎呦 别哭了 是是是是 是汗啊 不是哭啊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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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段 长达十年的姐弟恋 挺有点练心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又觉得 哎呀 这个世界上 原来还有挺美挺纯的 这种爱情的 我们来看一看 大姐 二 一 请开门 好趣啊 没事 不用管门 就这么放过来 恭喜 恭喜 女生脸上就是三个字 有这样的男生喜欢我 我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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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 谢谢啊 慢点走啊 恭喜你们 你们将获得 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魅提供的 精美的面膜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 是特别重要的 我要给你最美的 能给到吧 能给 能给啊 能给 哎 青春年华不都给了吗 十年了 好吧 让我们来见证他们 幸福而浪漫的时刻 我的付出 我的十年 没有白辛苦 今天 我终于 达成了我的愿望 嫁给我 又拿着劲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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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哦 很满足 很感动 恭喜啊 他们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 五百到三千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 开始和停 开始 停 谢谢 谢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祝你们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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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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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老徒有话说 何老师 天天圈网友有提问 说 我三十八岁 孩子十七 他出轨后 是男他 他出轨后 我们去年八月份 离的婚 婚后 孩子成绩下降 等我回来后 他把离婚时 给我的钱 骗走了 也不和我复婚 孩子快中考了 我怕孩子再受影响 就一直同居着 既然想要顾虑到孩子 为什么去年选择离婚呢 既然选择了离婚 是因为出轨 今年为什么又要回去呢 既然把你的钱骗走了 很显然是形成诈骗 所以你成熟一点 好好的搜集好证据 中考一完 咱就告他 我们的节目 是由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魅兵魔 独家冠名播出的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 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 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途牛APP 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 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打开途牛旅游的